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 鴛鴦的訪客火 九尾戰神 超級Extra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 那個 算是火隊 為什麼用這樣隊伍主要是 假如遇到 專屬的 專屬的關卡的話 他還可以把他轉成 火屬的所以不太擔心說 專屬的問題 然後 爆發力也夠了然後大家幾 增加回復力也還OK 不算太差啦這沒有那麼好 好像這個這一回合 就還不錯這一回合就靠現在 就去集CD 可以看到 2到5康寶 什麼東西啊 一樣是3到5康寶的水準 旁邊這兩隻只要留一隻就好 這個血還蠻多的 哇 殘血是怎樣 這個 這個轉的好像不是很好齁 這個包含一下 除CD 這個關卡基本上 是比之前那麼難一點點 但是你只要利用 這個 史萊姆的話應該是 還OK啦 所以我覺得蠻奇怪的 設計第3 第4關為什麼是CDE啊 很奇怪啊 6000多的怪物打CD 哇靠沒除到 哇還有一次太好了 因為CDE來講你不把它秒掉 就是會被秒啊 基本上只要一進場遇到兩隻CDE 那不打也蠻奇怪的 所以史萊姆設計上 條件比較嚴苛 反而是小怪的部分 這個運氣還不錯 我在這邊還有遇到第二隻 像這個就是Ecombo Ecombo的那個方式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如果你要刀劍極限不想打死怪 與其 與其滤珠就還不如只是K下去 那K的時候就是像我這樣的方式K 這樣打他 也不會痛 然後又可以集CD 然後可以很盡情的揮灑 再三回合兩回合 再三回合兩回合 所以重點關卡就是4和6啦 王關的話還好 因為我覺得 神魔在設計這個遊戲 我覺得一直都很納悶 為什麼都是小兵關好像比較難 BOSS關法比較簡單 很奇怪 這個時候蠻納悶的 然後看到大魔王簡直就看到那種卡片的那種感覺 好 集滿了 這時候要 是第三回合吧 我是沒記錯 對 第三回合 所以我們現在 我要編 把攻擊珠全部都弄出來 好 所以你基本上 消攻擊珠 新珠也要消 這樣才有可能讓你攻擊珠出現 然後那邊看CD還是CD2 喔很好 兩次CD2 這個運氣要很好才有這個 運氣 這個我們就一波炮發好了 好打擊是靠COMBO術了 那怪 血量也不少欸 二十幾萬欸 哇 都是6000 這次留下來 反正 第一回合都被打的話 我會選擇是這樣的方式 當然可以全部K掉是最好 我是這麼覺得 好 留下那個史萊姆就好 喔漂亮漂亮漂亮 喔這樣就好過喔 輕鬆喔 輕鬆留著 可以繼續補血之類的 因為我只要出五回合而已 所以還好 壓 還快幹掉 再來是第二個關鍵的關卡 原來攻擊力有11470 還蠻痛的 基本上我搭配打擊的話 回血應該是還可以接受 唉唷 唉唷 沒有火柱所以沒辦法 我只能這樣 喔新出我是故意留的 因為我要補血 打還蠻痛的 打還蠻痛的 最後就是看你自己的combo輸了 好漂亮漂亮 看可不可以盡快把它K掉 因為這隻是很棘手的 火隊啊缺點就是恢復力沒有那麼 那麼優異啊 221 哇這個直接就直接K的頭給你了 我的打法我應該會是 這樣吧 因為他這隻無視控場 那所以我現在已經不能開控場機 然後右邊那隻我會讓他捶一下 捶一下之後再開絕力風聲 戰術是這樣 當然 喔差點沒浮到 喔 Shit開不了 喔我球大了怎麼會這樣 我剛剛不是指定他嗎 還是我沒指定到 喔頭痛喔 少了這2.5倍 嗯 我想一下我思考一下 這個王的話 有一點危險 因為這樣開出去一定是爆發了 好吧 堵了 想一下喔 這個應該是 不是很好耶 只有7抗波而已 7抗波也只能上來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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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 25 24 24 25 24 24 25 25 25 要記得這時候要全體攻擊 不然就是自取滅亡 再來 剛好7 OK喔 好像王學夠少 寶箱 寶箱 非常好 什麼寶箱 好啦 這個 這個 那個 火神妖隊的示範就到此 結束 謝謝大家的觀賞 掰掰 希望大家都打阿卡爹